大家好,我是阿娇 今天来做纸菜煎鸡蛋 这样做非常的好吃 连挑食的小朋友都能多吃一碗米饭 首先准备一点点的线带晒 把它泡发开 线带晒一点点就能发发出很多 这煮菜煎鸡蛋 建议大家买这种包装好一点的 做这道菜煮菜是不用洗的 所以尽量买密封好一点的 这样会散也少也干净 里面有两片煮菜 我们拿一片出来就可以了 锅肉倒入少洗的使用药 然后把煮菜放进锅中煎香 用最小的火一边煎一边不停的转动它 让煮菜烧肉均匀 两面都给它过煎一分钟 把两面的煎酥碎后把它夹出来 把它放进一个干净的袋子中 把烤封起来换做备用 再把泡发开的行带晒清洗干净 把行带晒的水饭拧干 把拧干水饭的行带晒切碎 全部倒碎后把它装进碗中 再来切点小松 把小松切成鲜 再准备香菜把桃细掉 然后把香菜切成粒 全部切好后装进碗中备用 然后干净家里的盐室 打入五个鸡蛋 把切好的香菜和松也倒进碗中 然后用筷子把它搅拌均匀 搅拌均匀后现在来调味 加一勺食用盐少洗的胡椒粉 用筷子搅拌均匀后备用 现在把放凉的煮菜把它捏碎 这个煮菜这样煎出来非常的香 把捏碎的煮菜下入碗中 再倒入少洗的虾皮 全部搅拌均匀后放在备用 锅肉倒入多一点的食用油 咬肉把鸡蛋液和煮菜下入锅中 然后把鸡蛋液烫平把它烫薄一点 把一面煎至定型后给它缓一下隔 以防粘锅无底 把一面煎至金黄后再给它翻另一面 比较大块不好翻的话 先把它切成小块再给它翻面 两面的煎至金黄后就可以熟锅了 这样做出来的紫菜煎蛋非常的好吃 做法简单 鲜香味美营养要好吃 现在把它拿出来换在菜板上 然后再把它切成小块一点 这样熟的时候方便好夹 这样做的紫菜煎鸡蛋 连挑食的小朋友当然都是一碗米饭 下饭要好吃 如果喜欢我的视频 帮忙点赞 关注 留言 转发 我一直使一下 谢谢你的观看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